这就涉及到所谓的阐释学问题 就需要通过阐释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 来对这些阐释结果进行研究 接下来我们来说阐释学 第一个问题就是阐释学的内涵及反思 阐释学的内涵及相度 阐释学的内涵及相度 第一个就是什么叫阐释学 阐释学的概念 阐释学的概念 阐释学又叫解释学 或者也有说这叫权释学 反正大概基本上都是比较一致 当然学术上关于什么权 产等等都会有不同的界定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理解 就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就是对一个事物进行解读 解释学 这个词或者说这个概念 甚至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 研究分支 源自于什么呢 源自于古希腊 古希腊最早的时候 管产世学叫什么呢 叫做赫尔莫斯 就是源自于古希腊一个神话 神话传播中当中一个人物 赫尔莫斯 赫尔莫斯是古希腊神话当中一个信使 它是一个信使 就专门传信的 所以说据传说 它是有两条大长腿 还有一个大翅膀 所以说它跑得特别快 就让它去进行传信 代表了迅速快捷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 在西方有些邮局的门口 还有赫尔莫斯的雕像 甚至有些火车轮船 会以赫尔莫斯来命名 这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会发现 它虽然是信使 信使是传递事物的 但同时它还承担了一个任务 就是进行什么呢 就进行翻译 因为信使传递的话 都是什么样的话 都是神说的话 神说的话 要翻译给别人听 要解释给别人听 所以说产是一个最基本的含义 就是产是过程 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就是把不可理解的东西 转化为可理解 把不可理解事物 转化为可理解 这样一个过程 本来这个东西 对于我而言是新鲜的是陌生的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过的 但是通过一番阐释之后 我可以理解 那好 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问题 你去想 本来对方不能理解 你要想让对方理解 你怎么让对方理解 就好比一个大学教授 讲高等数学 怎么把这个高等数学 讲给小学生听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发生意义的损耗和转换 他一定不可能 原封的去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在这产生过程 而且第二个问题 就是阐释的一个对象是什么呢 在西方阐释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身 就是解经学 主要就是基督教圣经 这个当然不光是解经学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不光是在西方 在中国也是如此 那为什么这个经典著作都需要阐释 尤其是圣经这样的 更加绝对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那接下来圣经当中 那往往就是很多西方人 圣经就是说的就是神说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这里面 圣经里面说话 经典著作 就是这种话 神说的话 上帝说的话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他一定会把意义说的怎么样呢 蘑菇的 就是说不像人话的话 反正就说了 就是乱七八糟 上帝要有光 于是就有光 这啥意思 就类似这种 就是搞不清楚 于是接下来就会不同人 那他说的话又很重要 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的解读 那接下来 当不同人对这个句话 有不同的解读的时候 这句话又很重要的时候 就会有 那谁说的对啊 你说的对 还是我说的对啊 这个问题 大家要知道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对文本的产生问题 有的时候 还会变成了权力问题 和意识形态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不光是在西方有 在中国也是如此 四书五经都是经典著作 接下来四书五经当中 很多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很多话说的 不是那么明显 像春秋写的很简单 那么接下来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就开始用左传诸解 然后接下来 再对左传再进行诸解 不断诸解解释 到底是什么意思 论语也是一样的 论语一个特点 就是知言骗语 没有上下文 那孔子说出来一句话 比如说举一个 特别简单的例子 孔子论语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也是经常会被有争议的 叫功乎异端 思汗也矣 孔子就说这么一句话 功乎异端 思汗也矣 然后这里边就开始 孔子说到底啥意思 这不很简单吗 第一个请问 功什么意思 功击 但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功什么 功是什么 功是什么意思 功什么 是在干嘛呢 研究 所以说 一个是攻击 一个是研究 好 这两个意思 你稍微你去琢磨一下 攻击跟研究 完全两个方向 请问是研究一段 还是攻击一段 好 接下来问题来了 思汗也矣 这个是有害的 接下来这个关键是 也已如何翻译 有人说也已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语气助词 不需要翻译 但也有人说 这个已 是什么意思 是停止的意思 那好 那就会又有两种翻译 一种是 这是有害的 另外一种翻译就是 这种害处就停止了 那好 再结合前面 共有两种翻译 你会发现 这句话至少几种翻译 四种翻译 而且翻译方向完全不同 哪句话 哪个解释对的 争议吧 太多太多 接下来就很多人去考证 而且这个考证 刚才我说 其实背后 这个权力问题 这个权力 你体现在什么呢 比如说孔子说了一句话 为女子与小人 为男养也 女子 小人 男养 有时候就有人说 孔子 这典型的骑士女人 但是也有人说了 孔子怎么能骑士女人 孔子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女子 根本不是女子 女子是儒子 儒就是你的意思 孔子是有确切的说话对象的 他不是在指所有的女人 而是在指 而是在指子贡这个人 是你 跟小人男养 那好 接下来这里 你以为这是典型的 对文本意义的争端吗 其实背后体现出来了 如何树立孔子形象的问题 孔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问题 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 产生问题非常复杂 产生问题非常 那么接下来 关于产生问题 就会有 整个在西方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学问 产生学 至少 我这是一个非常简要的概括 其实至少有两个项目 第二个产生学的两种项目 这是在西方也好 中国也好 基本上都是大致 如果是大的规划的话 我们会发现 产生对意义的产生 基本上就这两个项目 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产生 我们产生的目的 就是探求文本的原意 与作者原意 探求文本原意 与作者原意 就是我们要产生 尤其是这个 这个是典型的 之前我们说的解经学 解经学就是 第一个圣人说的话很重要 我必须要搞清楚它什么意思 第二个圣人说的话 又很模糊 我又搞不清楚它什么意思 所以就要翻来覆去的 去研究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要最终要确定它那个原因 因为很简单 圣人都已经 都已经去世了 我没办法把它叫出来 这就是一个历史问题 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那么这个方式方法 放到文学作品当中 就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当中 就是文学作品也会产生 也会出现奇异 那么文学作品当中 它就是要追寻作者的原意 它在什么情况下 出于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创作这个作品的 那么这个过程 体现到文学上 就是 那我怎么找到作者原意 作者已经死了 作者已经不在了 我们怎么去探求作者的原意 和它的文本原出状态 那么这种阐释的方式 在文学上的一个体现 就是我要还原 创作状态 还原当时的创作状态 和当时的语境 可以这么说 几乎我们现在 你在学古代文学的时候 大部分课本 包括老师的 对于诗词作品的解读方式 都是一种还原法 还原 就是我要告诉你 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资料 去考证 这时候就是 还原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东西很重要 一个是考证 第一个作者是谁 作者这个人 什么样的思想倾向 他有什么样的 写过什么样的作品 他经历过什么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 作者什么时候写的 这首诗写的什么时间 那个资料越丰富越好 因为越丰富 我就越能还原 还原之后 接下来 当我还原之后 接下来我去 干嘛呢 体验 这就是江奎说的 以心会心 其实我用我的心 我想象 我要是我当时 在那个处境下 我会怎么办 我会有什么样的情感 先考证 先还原 还原之后 我去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有什么情感 那好 接下来这个时候 你对这个作品 解读的阐释 他觉得应该是 符合作品的原意的 虽然作者此时死了 他不在眼前 但是你依旧能够 探究到作者的原意 那么关于这个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举一个例子 这道题 有没有熟悉的感觉 这是2013年 全国高好的一道题 一道诗词鉴赏题 而且还是一道主观题 有人做过吗 没做过 那好 那好 这道题 这是一首朱熙的一首诗 那好 接下来 我再把这个题目跟答案 都给你写上了 题目是 这首永梅诗中 作者是用了什么手法 来表现梅花的 请简要分析 好 基本上 如果你们稍微 有点做题经验 你要知道 这首诗的题目 是一个对你的很好的提示 它一个提示到什么了呢 这首 这首诗是什么诗 永梅诗 就你没看没看文 你没看诗 你就知道这是一首永梅诗 而且这首诗的主要的目的是干嘛 表现梅花 好 然后接下来让你分析 只不过你就分析一下手法 行了 那好 这道题 我为什么要把它摆在这 我当然不是要告诉你 这个答案是怎么得出来的 我是要对这道题进行反思 我想反思的是什么呢 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永梅诗 那好 那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首诗 我们看一下这首诗 惆怅 赐运雪后书是二首 好 接下来 惆怅江头几树梅 仗离行绕去还来 惆怅江头几树梅 就是江边有几树什么 梅花 对吧 而且特别令人什么 感觉到惆怅 这里边你去体会 这个情感怎么来的 为什么江头边的头树梅 让人惆怅 仗离行绕去还来 仗离意味着什么 拄着拐杖对吧 绕着它去 来回来去走 就是这个梅花让人特别惆怅 前时血压无寻处 昨夜月明依旧开 前几天可能 之前因为下雪被压 梅花看不见 但是昨天夜里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怎么样 可能被月光照耀 照耀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就怎么样 就开得非常盛放 在月光下盛放而开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接下来 下面 关键是下面 摇记摇连人似玉 相思因恨结成灰 摇记 摇应该是摇什么 摇梅花 就是我想摇一束梅花 然后摇脸 言似玉 寄给一个人 这个人还似玉 应该是什么人 应该是个女人 而且这个女人应该 对吧 后面还有个相思 说明这个女人 跟这个人怎么样 有关系 任思玉 说明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应该还是个年轻的女人 但是 作者是一个 张黎 好奇怪 成何体统 相思 沉吟着 我嘴里说着什么 接下来日落 寒鸭起鸭子飞起来了 然后 却望柴经 独自回 然后望着柴门 我自己独自回家 大概这个意思 这首诗意思明确了吧 我想问的是 这首诗表达什么样思想感情 如果你要想知道 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样感情 换句话 按照我们说法 我们要去阐释这首诗 请问这关键在哪 关键在第几句 在第几句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哪句最重要 一定是第三句 因为第三句当中 是这首诗当中的一个 思想感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表达 我想把这个花 寄给一个女的 而且这个相思 樱恨集中 那这里边 这个女人是谁 这个女人跟作者什么关系 才会产生 这个很重要 对吧 否则的话 其他的 前面都是写梅花 后面写的是一个场景 这两个场景 一定跟这个中心的主题 有密切关系 但问题是 仅凭这首诗 我们能知道 这个人是谁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人 我们大概知道 她是一个女人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首诗 这个人到底是谁 那好 接下来 如果我要想知道 这首诗的真正含义 有几个信息提示的 你应该去找另外的资料 哪些信息提示的你 刚才我们看这首诗 还有一些东西没说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提示信息 你们能找到哪个信息 是很重要提示 非常好 二首的 说明还有一首 明白吧 我是不是应该再找到那首诗 对吧 第二 还有哪个信息是一个很重要提示 对 刺运 看到刺运 知道刺运是什么 说明这首诗的写作场合 是什么场合 什么叫刺运 就是古代人经常爱干嘛呢 对 就是 比如说喝酒 互相之间 对吧 我写了一首诗 然后接下来 一边喝酒 你怎么样 你也喝一首诗 但你喝应该怎么样 按照我的这个运 所以叫刺运 所以说这很有可能是 作者跟朋友在聚会的时候 别人先写了一首诗 然后朱熹来喝 喝了两首诗 对吧 对吧 喝了两首诗这样的 那好 还有 那咱们就看另外一首 另外一首有没有呢 当然有 我们看这首诗 这是第一首诗 满山残血对虚堂 想似当年王口壮 好 接下来你会发现 这是什么场景 还是下雪 而且雪很大 对吧 然后接下来 门眼不须垂铁锁 客来寥腹供离床 很通俗吧 说明很孤单 门眼不须垂铁锁 而且客来寥腹供离床 这时候突然间有朋友来聊天 估计是个老朋友 而且你想在这样一个大雪天的时候 一个朋友还来跟你去聊天 说明这个朋友应该是什么 很铁的朋友 对吧 一般这么大雪天 谁给你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故人闻道歌为暖 庙语空传醉末香 开始讲述他们聊天的时候那个状态 庙语空传醉末香 喝酒可能喝多了 接下来 末位将饥念憔悴 把酒论文话短长 请问这首诗当中 你觉得哪句话最关键 哪句话最能体现出思想感情 哪句话呢 最后一句话 前面都是写铺垫 最后一句话最能表现思想感情 但是说到最后一句话 请问什么叫末位将饥厌憔悴 不要为了 末位即将厌憔悴 什么叫做末位即将厌憔悴 不要为了即将 不要为了即将而讨厌憔悴 对吧 那于是你会发现 这句话 它是表达思想感情最关键的话 那即将和憔悴指的是什么 很关键 请问结合你们的文化常识 即将指的是什么 憔悴指的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什么 这个你如果了解的话 古代周王室的姓姬 齐国姓姜 两家经常通婚 所以就管姬姜叫什么呢 往往都是代指美女 那好 接下来憔悴指的是什么 憔悴的是什么 在春秋左传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虽有司马 无弃监款 无弃监款 虽有即将如厌憔悴 憔悴 你想 如果即将指的是美女的话 那么憔悴指的是什么 你不要因为美女而厌弃了 谁 自己家里的糟糠之妻 原配之妻 所以说 你想 这两个人很有可能 他们俩在聊天 还是刚才我说的 还原当时场景 大雪天 一个老朋友过来聊天 聊天的时候 很有可能 这个老朋友怎么样呢 对 有个 对吧 有个新婚 对吧 又娶了一个小老婆 对吧 然后朱熹跟他 你不要因为有了个小老婆 你就厌弃糟糠之妻 那好 你这样 朱熹为什么说出这句话 说明他对糟糠 他对原配妻子怎么样 感情很深 那好 这个时候还是要干嘛 考证朱熹这个人 这个人生经历 朱熹这辈子 当然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 我不是专专门研究 朱熹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种说法 但是比较主流的说法是 朱熹 他有一个 有一个揭发妻子 但是后来死掉了 然后从此之后 朱熹再也没有再许过 而且他很难受 很难受 说明他对妻子的感情很深 所以说他面对朋友的时候 他肯定会说出 末未即将厌憔悴这句话 就是你不要因为 那什么 那反过来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 刚才这首诗 哲记摇连人似玉 请问这个人应该是什么人呢 应该是他的老婆 而且是已经死去的老婆 所以才会有相思 因恨结成灰 那如此的话 那接下来 我们再去考虑 这首诗写作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写作的状态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寄一朵梅花 给他的老婆 当然这可能就是猜测了 这个猜测 有可能他的老婆 当年生前最喜欢的花是梅花 然后接下来看到 有一天看到了 这个江头的几树梅花 让他想起了谁呢 想起了老婆 所以说他说 这个梅花真让人惆怅 然后接下来经常过去 又仗离还去 因为甚至很有可能 你看 假设如果要把这首诗拍成MV 很有可能是这样子 有一天 朱熹老了 头儿拄着拐杖 突然间眼去看 梅花下面有一个漂亮的女子 特别像他的老婆 过去了发现 老糊涂了 看错了 这个梅花怎么那么招人烦 它怎么老勾起我的思念 尤其是到大晚上的时候 这个梅花还依旧盛开 然后接下来 我想寄给我 干脆寄给我的那什么 但是没有办法了 于是最后 晨吟落日 寒鸭起 一个傍晚的时候 寒鸭都起来了 朱熹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柴门 那种你想象 那种若有所失 那种似乎老糊涂 但是又思念那种状态 能不能体会出来 那好 说回来 你觉得刚才我这种解读 有没有道理 对吧 而我这种解读是 联系了朱熹的人生经历 联系了这首诗的创作 当时的原创的时候 一个背景 然后接下来联系这首诗的 所有东西 然后我试图去回归到 这首诗创作的 一个当时状态当中去 来去体会朱熹 写朱熹的思想感情 那好 再回过头来 你再去看 这首诗是永美诗吗 他提到梅花了 梅花也是一个重要异象 但这首诗不是在阳梅花的 因为你看这个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 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年语文 高考乐卷的时候的标准难案 答案是 全诗几乎未涉及梅花的色香 而注重环境的烘托 和情感的现况染 从而表现梅花的精神和品格 如果是这个答案的话 很有问题 很有问题 当然了 我在这里 要必须要为高考说一句话 就是大家不要认为高考乐卷 是多么的简单粗暴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你只要参加过乐卷 你就会知道 比如说 如果当标准难案 有一个标准难案 在乐卷的时候 老师发现 对于这道题 有80%的学生都达出了一个点 但是标准难案当中 没有这个点 老师会怎么办 老师会怎么办 很简单 老师会更改答案 会根据学生的答案 答题的情况 而且大家都觉得 这个点很重要 也是可以的 会更改答案 所以说这个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 但是你们在整个的 从小到大语文教育当中 你们基本上 批改你们卷子的老师 都是你们的语文老师 而你们的语文老师 为了教学的需要 他不敢随意更改标准答案 所以说就会导致你们会觉得 我这个答案明明是有道理的 但是为什么是主死 其实你要真正到了高考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高考语卷很人性化 出题时候给的是一个参考答案 到真正阅卷的时候 是另外一套答案 只不过这套答案 你们没有人见过 这件事情 你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真的很人性化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发现没发现 就是你高考时候的语文成绩 会比你平时语文成绩要稍微高一些 有吗 没有吗 就是因为 就是这个原因 好 我在这说回来 其实这首诗不是用梅花 梅花只是一个引发诗人情感的一个意象 它的核心根本不是要表现梅花 但是很有可能初题人看到了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很重要 前十血压无心 就梅花被血压 但同时依旧依旧开 被血压 但它依旧开 你看梅花的那种傲然盛放的聘格 这是仅 单纯的就这样一个文本而得出的一个结论 而出的一道题 这是显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在这里要强调 就是那好 接下来就是你要想理解诗歌 理解作品 你首先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这种传统的这种观念 或者说就是探寻作者原意 探寻作者原意的方法就是还原 当然资料越多越好 把这首诗的关于这首诗所有资料全部找到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考证 然后来去还原 最终找到这些资料 你作者 读者进行体会 我要是那个他 我要是那个主席 我要是那个老头 我当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这个时候很多人说这是比较准确的 可以这么说 我们从小大大语文教育 包括现代中文系 尤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当中 基本上都采取这样的状态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见到一首诗 我先找大量的资料 考证 然后接下来我去探讨这首诗的意义和含义 但是接下来也会有人说另外的一种 说探求作者原意真的这么重要吗 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探求原意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作品 阅读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获得审美 获得启发 获得启示 原意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那么于是接下来就会有阐释学的 另外的一种相度 就是强调什么呢 强调读者阅读接受之意 就是我只看接受 读者接受是什么意思 这个里面它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认为意义是不为意的 意义是一种阐释的结果 意义是不断变化的 意义是阐释的一个结果 意义是不断变化的 而且每一次阐释都会给作品增加新的意义 意义不是现成的 而是有待发掘的 意义不是固定的 而是被生产出来的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 就会导致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觉得 哪怕是误读 它依旧有美感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 叫 影书烟说 听说过吧 一个不太有名的典故 我印象当中 我记得我上中学的 为什么 我觉得很有名 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还做过这段文字的一个断句 我印象很清楚 就是这段还作为一段句 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出国 这个影 这个影这个城市当中 有一个人给燕国宰相写信 夜书就是晚上写信 所以说灯光就不是很亮 于是就为了 就跟这个持竹者 就是旁边可能有个下人 拿着这个蜡烛 就对这个蜡烛的说 说了两个字 举竹 那意思就是你把这个火举高一点 我看不见 于是接下来 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不知道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当你对别人刚说完一句话 然后你开始写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会把那个词怎么样 写下了 就写到你这个文字了 那根本不是你要写的 对吧 告诉他举竹 然后接下来下面一写 就把举竹写在这封信当中 然后就写在这封信 他说举竹非书役也 他不是本来他的原意 而且他没有意识到 但是呢 这个燕国的宰相得到了书信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这个书信 进行一番阐释 他说举竹者上明也 举竹什么意思呢 就是崇尚光明 上明也者举贤而认之 什么叫崇尚光明呢 就是告诉我们要举贤而认之 于是接下来 这燕相国就告诉了国王 然后王大跃 国已治 国王非常高兴 然后国家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因为治理是什么 我要举贤而认之 但是他说 智则致已 非书役也 虽然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但是就是因为一次误会 就是一个错误 这是典型的 这一定是误读 但是这个背后 当然这个故事 韩非子在举出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 今世学者多四词类 就是他说很多学者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虽然是错误 但错误有错误本身的价值 错误本身到底是不是错误 这件事情不重要 他虽然不是作者的原意 但是读者获益了 只要读者获益了 这就够了 所以说大家有空去研究一下 你看尤其是西方的汉学家 知道什么叫西方汉学家 汉就是西方人 来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想西方人 他能懂什么 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搞不懂他们 但是他们经常会 按照他们的理解 去理解中国古代文化 然后就经常会出现误读 但是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为什么海外汉学又很重要 就是他们的理解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 原来是他们是可以这么 这个问题是可以这么看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不强调作者的原意 我要强调读者接受的这个意义 当然在现当代文学当中也有 也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 这个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 没听说过 就是你们在中学语文 现代文散文阅读之后 经常会有些作家反复出现 比如说这个作者张晓峰 比如说 待会儿我再提到习慕龙 还比如说什么冯济彩 就是这个 反正我就是这个反复出现的 这种这些人 因为他们特别爱写伞文 他们伞文还写的也很好 然后接下来就经常会出现在 中学语文的这个材料当中 那么他好 那这个里面呢 他就说 他有这么一个 这个伞文就要错误 他说有一次 我给学生在盯正作业的时候 让学生干嘛呢 每念几十首诗 然后录音 录上录音 搅上来 就是交上来 然后有的学生念的都特别好 然后又识 又念又唱 特别精彩 但是有的就念的 就敷衍那个作业 有口无心 苏东坡有这么一句 有这么一句叫 一年好景均须记 正是城隍局律时 不知怎么回事 好几个学生都念成 一年好景须均记 然后他如果 他刚开始听了 就觉得这个错了 如果苏东坡听了 也不会生气 本来的句子是 一年好景均须记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请你要记得 这些一年的好景之 但是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一年好景须均记 变成了什么呢 这个好景之 要你这种人来记 对吧 须均记跟均须记 有区别的 须均记 是需要你来记 均须记 是你需要记这些东西 但是他突然间就发现 他说这种错法 反而更使得这种 见面的朋友 这种感情就加重了 你就会想 一年好景 只需要你来记 须均记 跟一年好景 你需要记住 有差别的 对吧 而且这个差别是 苏东坡的原意 就是需要你记住 但是张晓峰觉得 这个须均记 更好 因为 好的景之 只有某些特定的人际 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 所以说他说 这才体现出了 两个人的朋友的情意 所以他这个 错误指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些错误 没什么 错误更好 错误反而更有价值 这是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什么呢 习慕容来了 习慕容有一个散文 叫燕子 他说中学的时候 学会了一首送别歌 常常到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然后有一个下午 父亲忽然叫住我 要我从头再唱一遍 因为很少被父亲 这样注意的我 心里觉得很兴奋 赶快从头来唱 好好的唱起来 长亭外古道边 刚开了头 就被父亲打断 他问我 怎么是长亭外 怎么不是长亭外 我一直以为是长亭外 然后接下来 我就把音乐课本拿出来 想要向父亲证明 他的错误 可是父亲并不要看 而他只是 傲丧地对我说 好可惜 我一直以为是长亭外 以为写的是我们的老家 所以第一次听到 这首歌的时候 就特别的感动 并且一直没有忘记 想不到这么多年 是听错了 好可惜 然后接下来 这个秦慕容写了 这个散文就是写了 很多跟他后面 跟他父亲的事 然后接下来 父亲一连说了好几个 好可惜 后来走开 留我一个人在这屋子里 不知如何是好 然后接下来 后来习慕容 你想啊 散文嘛 接下来就开始 写他自己的一些经历 之后到最后 散文的结尾时候 他说 在那一场呢 我突然体会出来 多年前的那一个下午 父亲失望的心情了 其实不必向别人提出问题 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明白了 自己的错误 但是我想 虽然有的时候 在人生道路上 我们是应该面对 所有的真相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可以 保有一些小小的 美丽的错误 与人无害 与世无争 却能带给我们 深沉安慰的那一种错误 这个就是这样 当然他这里面谈到 是写的是燕子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也是 他特别强调 就是错误没关系 错误恰恰能够产生出 新的意义 新的理解 而这个东西才最重要 那么符合不符合作者的原意 似乎没那么重要 那么这里面就产式 体现出了产式学的第二种限度 而这个第二种限度 在中国西方都有代表 西方代表 西方代表是谁呢 重点的就是海德格尔 加达默尔 以及 这个你之前看视频 我讲的就是接受美学 两个重要的人 一个是姚思 一个是伊瑟尔 接受美学 除此之外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观点 这个里面 典型代表汉代的董仲书 在春秋繁禄当中 提出了一个命题 这个命题也是反复的被提及 叫做施乌达姑 写上边 什么叫做施乌达姑 这是任何一首诗 没有一个明确的 确定的 唯一的解释 没有一个明确的 确定的唯一解释 当然他说的 当时所谓的 施乌达姑 义乌达瞻 春秋乌达词 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这个后来就被后世人 反复的进行引用 就是说文学 艺术作品 都没有确切的意思 还有就是宋朝的一个理学家 陆九苑 他提到过 两种读经的方式 这个后来也是被反复的提及 一种叫做我读六经 一种叫做六经读我 我读六经和六经读我 那好 我读六经跟六经读我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基本上这两种读 也是阐释学的两种项读 请问你觉得 我读六经 更多的强调的是探求原意 还是读者之意 是哪个 是原意的还是读者 我读六经 原意 对 就是这里边 我读六经更多的强调的是 根据读者知识储备 碳求六经原意 碳求原意 那六经读我 那就正好反过来 正好反过来 就是原意不重要 就是读者运用六经的话 来阐述自己的思想 是可以讨论啊 是 刚才说 对 的 这 读者用令军的话来阐释自己的思想 所以说可见 那么关于这个阐释学的这两种相读 在整个的西方和中国 都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 当然我们传统的更多的强调的都是 都是我诸六经 我诸六经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是在意 它为什么主流 就是因为它更多的倾向于一种确定性 它在朝着一个历史的真相来逼近 而六经住我给人的感觉会很发散 就会导致的有一种 特别怕这种六经住我 会导致一种什么倾向呢 特别就是一种虚无倾向 所以说 所以说一般而言 比如你从小到大学到的一种 对于解释方式来当中 基本上都是上面一种 都是第一种相读 探求做本本原意 但是第二种你会发现 它像幽灵一般 时刻存在的你的解释过程当 因为它一直会存在 因为一直会存在 就你在解释的时候 我如何确定它的原意 原意如何抵达 我为什么能够知道它的原本的创作意图 那么接下来我在这里 首先对这两种相读 我告诉大家 就是在整个中西方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 那么接下来 那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你要知道当你见到一种 比如说你不太能理解的解释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这种解释有点 让你觉得好像它真的是吗 真的对吗 真的有道理吗 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你不要简单的对它进行是对是错的评判 有道理认同或不认同的评判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做出这样的评判 其实你已经预选选择了一种非常简单错暴的立场 而文学文本 尤其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 应该是不断的拓宽你的新的认知的 所以说一般来讲 对于我而言 因为虽然说我在见到很多人解读的时候 我也依旧有这种现象 就是这种解读 我总觉得那么扯淡 就那么的无法接受 但是我依旧对它持有一种宽容态度 比如说典型的代表就是精神分析 很多的精神分析解释 我都觉得那太扯淡了 但是我都觉得它有个好处 就是帮我拓宽了自己的认知边界 就是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理解 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知道 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更多多种解读的时候 接下来一定是这种方式 就是不要认为怎么可以这种解读 而是要还有这样一种解读 还有这样一种观点 否则的话 你只会把你自己局限在一个细小的一个范围之内 你永远不可能突破自己认知 当你说我认同 我不认同 当你在说特别强调认同和不认同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用固有的边界来去进行符合 而不是在去拓宽自己的辨识之边之 好 这是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 我们要分别对这几种向度进行予以分析 首先第一种向度 就是 这应该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个大问题 还原论 还原论的产生相产 就是第一种相产 探求文本原意 探求作者原意 而这种探求背后的一个基本指向就是还原 不要还原 那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重要的代表 重要代表 而且在西方 中药 刚才我讲的解经学 都是强到这样 西方代表有谁呢 比如说史莱尔玛赫 比如说迪尔泰 比如说贝蒂 还有保罗利克 这些都是西方的解经学的典型的重要代表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从某种程上讲 这种还原论解释 它有一个预设 预设什么呢 文本的意义是固定的 当然这里面还亲着理由一个代表 这个之前我们在讲座的事情已经提到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看出保卫作者口号的人是谁 保卫作者 汉卫作者 同学们 荣物血液 保卫作者口号是谁 对 赫施 因为赫施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意义跟意味的区别 他说他承认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意义是确定的 就是文本当中的意义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确定了 文本的意义是固定的 当然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去再去探讨 就是文本的意义到底是固定的 还是不固定的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作家的意图到底是确定的 还是不确定的 这又是个问题 这又是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这种导致了 导致了 那么阐释就是 阐释活动成这个盲 就是挖掘 挖掘背后的意图 挖掘这个意义 挖掘文本背后的意义 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所有的还原论产式学的一个区别 但是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迪尔泰更多强调的是体验 这个D应该有一个草子头 迪尔泰更多强调的体验 史莱尔马赫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解释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会产生一些一系列的悖论 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这样咱们下节课再讲 这节课的时候 咱们就先把这些问题 先给他摆在这 接下来下节课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问题给他 进一步的给他进行 每一个理论家进行的一个讲解